這裡是一段下游的溪間 水柴 也就是蜻蜓的智蟲 不同種類的水柴 一般要在水中生活一至三年 最長的要八年 然後才會爬出水面 乳化成蜻蜓 日本蛹蟲蟹 也可以叫做日本蛹港蟹 它們是中華大集蟹的繼親 這一隻是年輕的亞盛蟹 當它們成熟的時候 它們會游到河口區中交配繁殖 長隻豬 它們會在溪石之間 結成交錯的蜘蛛絲 等待獵物至頭羅網 當它們受到驚嚇的時候 它們就會躲在旁邊的大石上面 紐爾克羅 它們主要是以溪石上面的組類 和負殖側為食物 可以說是溪間的隨隨機